我可以在榴莲台发表意见 你也可以上榴莲台 我是榴莲台忠实听众 马大博士研究生潘炳昭 说出你的声音 只在榴莲台 durangfm.com 当电影里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 天马行空 我是恩奇 最后高章我是渊源 天马行空的两位嘉宾 天马行空是小青 天马行空 大家早上好 我是小青 独往独来 大家早上好 我是嘉玛 是的 我们今天很热闹 一大清早就有四位主持人 来到今天再跟大家一起来谈谈新闻 当然依然我们要跟着 跟大家一起在 就是关注的 就是马行客气失联的消息 因为在昨天就有一些 我们又得到了一个新的 算是援助吧 就是来自法国的一些专家 那他们本身呢 有之前在法航 之前就因为我们也知道 有曾经有这个 就是坠机的事件吧 然后呢 他们就会来到 我们在昨天就抵达了 马来西亚来自法国 航空事故调查处所 所派出来的三名法国官员 他们会来协助这个收据工作 那么其他的国家也相见的 也是有一些新的援助 包括美国 美国它的海神 最新的应该海神是 他们海上最新的侦察机批 8A海神出动了 而且这个海神呢 它的搜索范围和它的 它所能够搜索的视觉海面的 应该是延展度比较宽 所以在这样 主要是这个海神 它会侦察三个海域 它就包括安达曼海 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 以及印度洋北部 除了美国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国家 包括印尼和印度的一些船只 也加入了搜救的行动当中 我们看到非常先进的 高性能的P8A的 海神式的巡逻机 船来的照片 我们看到照片上面 在机舱里面 有一排的电脑的操作军人 群人在操作这些电脑 可以可以想象到 就是说美国的侦察系统 它的飞机航空 都是相当相当的发达的 我们看到的 在整个搜寻的那个部署方面呢 之前首相那集所提到的 两个走廊 一个朝北的 朝西北的 一个朝西南的 这两个方向 专家就指出说 如果是朝西北的 从泰国一直到 卡萨克斯坦这一段 经过了很多的国家 包括中国的西藏和新疆 这个国家都是有雷达的 要避开这个雷达 其实并不容易 而且你要是飞越西藏的话 西藏高原 西藏高原 都是在4000米到8000米之间的 这么一个高度 就是说你的飞机的海拔 也是要飞到相当高的一个高度 你才能穿越这个高原 那也有人说 这个飞机呢 是超低空的飞行 飞行在这个5000米以下 或者是1500米的这个水平 那在这个水平上呢 雷达是不容易发现到的 对 中国的反恐专家 他也说 也许飞机往西北方向 飞行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在雷 不同国家的雷达监控 设施很多 如果是到西南方向 这个方向就西偏南的 这个方向的可能性比较大 就是包括印度 也包括美军驻印度 这个应该是那个岛屿上的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比较大一些 所以现在更多的一些精力 就投入到西南方向的 一些搜寻 就是世界各国 我之前看了一个 一个这个报道说 都参与了这个救援 从过去14个国家 一下子就增加到了26个国家 一起参与搜远 这些国家也包括俄罗斯 韩国 英国 美国 乌斯别克 等等这些 比较 纽西兰 这些日本比较发达的国家 也包括印度 中国 法国 等等的 当然也有一些 辽国 缅甸 这类的国家 也参加了这个 搜救的行动 都派出了一些 舰艇啊 或者是飞机的 那么也有记者问 那个 一下目的 就是我们那个 代交通部长 就是说 关于搜救的费用的 这个成本的问题啊 这黑三目的回答 就是说 目前各国都没有提 提到这个成本和费用的问题 他对这个各国 就是不计成本的搜寻呢 表示感激 他同时也说 马来西亚自己本身呢 也也没有 现在也 这个阶段也没有来计算成本的 这个问题 而且黑三呢 他自己也否认了 说马来西亚拒绝跟这个FBI合作 他说从一开始呢 马来西亚就跟美国联邦调查局呢 和这个国际刑警呢 就开始了合作 是从8号开始就已经 已经参与了的合作 不过 美国的纽约时报却说呢 这FIB呢 FBI呢 只有两名的人员呢 在这个吉隆坡参与的 调查的工作 当然美国的纽约时报呢 对马来西亚 这个方面呢 提出了不少的这个批评 其中有一点的 就是 有一点的他的说法 纽约时报的说法 纽约时报的说法 他说 其实在马行MH370班机 他完成了泰国湾上空 完成了一个大半径的回转之后呢 又飞越了至少三个军用雷达阵 而这三个军用雷达阵 有一部分是在马来西亚北部的境内的 甚至从高空经过了马来西亚 数一数二的一两座大的城市 然后继续往前飞 飞过了马六甲海峡 那么在 应该是在马来西亚西海岸 一间空军的空中室内 一个四人组成的防空雷达工作组 面对这次未经授权的飞行任务 就是无动于衷 也许是这四名工作组呢 他没有看到这个闪光点 雷达的闪光点 也许呢 他认为这个闪光点 是没有那么特别重要的 所以就没有向上级汇报 类似的情况 这一行为就遭到 女院士报道一些质问 那根据首相那集 前两天发布的这个消息 和后续的警方的这个调查 我们看到那个警方呢 已经是第二次去到这个机师 和副机师的家 而且搬走了机师的 那个模拟飞行器的这些设备 而且又跑拉回去 搬到那布基尔曼 就是警察总部呢 重新再组装过了去 所以很多的关注点和焦点的 都集中在两个正机师 跟副机师的身上 昨天我也看到网络上面的 一些中国的媒体 包括凤凰卫视啊 中央电视台啊 都在报道把一些焦点呢 就锁定了这个 在机师的这个身上 当当锁定在机师上 也出现了一些 英国的一些媒体啊 包括这个每日邮报啊 等等的 就报道了说 这个机师本身的一些政治取向 他的这个支持者 或者他对这个马来西亚 这个反对党 或者是公共党党的这个 拥护的这种态度 或者安华被判 基金被判那个五年徒刑的 这么一种状况 是不是感到非常的沮丧啊 等等的 而这一些原因是否是造成 机师 去 自己本身 对在新浪媒体上 他描述这位 主机师啊 主机师是狂热的政治分子 就狂热的政治参与者 对于反对党来说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其实在国内当中 支持公正党的人 也是很多的 成为公正党党员的人 也是很多的 支持安华的人 也是很多的 那么这些人 不一定都是狂热分子 所以这在这个狂热 两个字上 新闻媒体上 应该给予了很多的关注 在西方媒体方面 呃 其实这已经不是在西方媒体 上面给予 呃 关注 可能这个开始说出来 是由这个英国的 邮报这么说出来的 但是呃 现在我看到的 就是包括 我刚才所谈到的 中国的媒体 也在谈到 谈到这个问题 那谈到这个问题 当然目前来讲呢 别谁也不能下 任何的定论 不能说是有 或者是没有 特别是在马来西亚 政府方面呢 对这件事情的说法呢 还是持非常谨慎的态度的 啊 当然呢 也有 也有这个 反对党方面呢 现在就出来呃 自自我澄清了 说这个事情 不要乱怪 不要跟安华无关 跟跟 今天我也看到一些 报章的评论员 也在评论说 啊 这有关安华的事 又是安华惹的货 等等等等的 呃 这些说法 不过在这件事情里面呢 其实确实是很受关注的 那根据报导啊 这个马航的集团首席执行员 他也讲说 其实在这个MS370 最后的这个通话呢 是由这个副机师 他说 他所发出的 那他讲的那一个 最后一句话呢 就是好的 晚安 嗯 对 副机师 呃 一开始大家都感觉 应该是机师 但是副机师所说的 有部分的西方的一些媒体的 就是说 其实最后通话的这个人 他的嫌疑应该是最大的 呃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这样子的一个怀疑 为什么最后通话的是嫌疑最大的 但是 有另外一部分人也会说 也许这个副机师是受 旁边是受到其他人的挟制的情况下 说出了这样子的话 不过他在讲这番话的时候呢 那是他的那个语气呀 是有一点怪异的 好像不是讲说 就是显得会很比较比较紧张 然后会比较焦虑这样子 但是我看到当记者问呃 呃 那个满航的那个CEO的时候啊 周哈利的时候呃 是不是他有紧张啊 或者什么神态 好像周哈利说他呃 这个事情他要交给当局 交给当局去调查 他自己没有直接的去做一个 这个回复 那他这样子的说法呢 应该说呃 是有一些的呃 问题 解读啊 解读他的这个回答 可能呢 即时的这个呃 讲话呢 可能是有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呃 不一定是背后有一把刀 在捅着他 说说劫持 可能他自己有了计划 然后呢 他他表现出了那种紧张呢 嗯 那这种可能性也是 也是存在 对不对 也是存在的 呃 其实这方面的猜测 大家好像众说纷纭啊 呃 当时就是在央视 就是央视是中 CCTV中央 中国中央电视台嘛 他们就误报了一个 可疑的中国客 说这个可疑中国客 确实在一个 这154人的 中国客人的呃 有一个是新疆人 那么这个新疆人 他的名字和另外一个新疆人的名字 是一样子的 嗯 这个新疆人呃 内外 匿名的新疆人 他他他具有航空知识 嗯 他在 对于瑞士 土耳其留学 他在瑞士学习过航空知识 而且呢 但是 经过报道之后 这是一个误传 或一个误的报道 因为这名人士 他只是跟机上的某一位新疆人士的名字是相同 但是他一直现在始终没有离开土耳其半部 所以在现在机上的那个呃 新疆人 他是一个画家 中国的一个画家 嗯 所以就是媒体这方面又又搞了一个乌龙了 呃对这这这其实这个乌龙还是挺多的 还不止一个乌龙 我觉得好几个这样的乌龙 但是呃你从另外一个方面讲 我们也也看到了这个警方哈 目前呢他呃呃第一个阶段 他之前对那个呃刚开始出事的时候 对机机长副机长呃所有的乘务人员 甚至乘客都做了一些呃地毯式的这个台查哈 这个调查也通知了中国方面 希望中国方面对中国的乘客呢 做所有的这个调查 而且已经调查了一轮了 就回来都反馈都已经回来了 那经过了就是说呃 另外一个转折到第八天的时候说呃 飞机有向西或者西南西北 折返的这种状况的时候呢呃 警方又开始启动第二次的第二轮的这个调查 对所有机长 而且也要求中国呢做对对乘客呢 做第二次的这种调查 对有关人生一些外媒就追问哈 这位追追问中国的官方的发言人 他说呃搜寻中国的搜寻工作是不是是可以转方向了 呃当时的中国的一个发言人就是说呃 我们是有这样的计划是转方向的 但具体要转到哪 中国这方面好像他是很避讳 不想说具体转移到哪 不过在在一个可以想象到当中他避讳的原因是涉及到两个地区 一个是中国的新疆地区 一个是中国的西藏地区 嗯那呃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中国在北京的一场那个 新闻发布会上面哈 呃也也跟那个呃在北京的一些马航乘客的家属们会面啊 那家属们就一致就举手通过就要求跟马来西亚政府呃要直接的一个对话啊 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国政府也希望呢马马来西亚政府呢就是呃能够呃澄清或者是说明这是搜寻的范围和扩大这个搜寻的这个范围 呃呃从呃外交上讲或者从这个传媒的角度来看呢 这是一个一个什么呃一个姿态啊 就是像中中国的听众啊或者是中国的民众啊表现就是中国政府呢在不断的跟马来西亚政府这个交涉 甚至向马来西亚政府施压让马来西亚政府呢有更更积极的或者是更好的这种表现 哦呃呃从另外一方面国内呢我们也看到那个呃呃伊斯兰党的这个副主席 呃马夫他也出来说呃是不是呃 诺政府应该马上告诉我们这个接机的这个人现在把这些人职都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告诉我们我们愿意去呃自己去做人职把他们给换回来 哈哈所以所以这个就是呃呃我们也不能说 这伊斯兰党就完全没有消息 搞不好伊斯兰党跟国际调查团队的人 有什么内线 咱们也不知道 内线透露了一下 说现在这些飞机可能停泊在哪个地方 正在跟某些政府讨价还价 这咱们也不知道 到底是有没有这回事 但是马夫子的这个作为 还是挺值得我们敬佩的 因为他愿意自己去做人职 来换取这200多位的乘客 听起来蛮伟大的 不过让大家听起来 感觉是不是有点太伟大了 就好像假装很伟大 不过其实呢 对啊 就是做出来给人家看的嘛 不过其实呢 在事情在坠机之前 到底里面的那个机里面 是有一些怎么样的现象 那那个马来西亚的军方雷达 他就有一些资料显示 他就讲说呢 其实啊 在这个马航客机里面 飞行的整个过程里面呢 是曾经突然间发生 这个剧烈的变化的 高度 飞行高度是吧 是飞行高度呢 就是突然间发生剧烈的变化 而且呢 他也他也改变了航道 改变了两次 那根据一些国外的专家就表示啊 这个班机呢 他在飞行高度 突然间发生变化的 这一个现象 可能呢 就是在暗示着 这一个舱内啊 曾经发生过 这一个 激烈打斗的现象 发生过这样子 对 他就暗示 会有 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 那另外 其实根据这个 香港商业电视台的报道 他说 大马当局那边 就有说到 因为我们的 刚才就有讨论到 最后一句话 就是那个 好的晚安 就是那个 副机师讲的那番话 对 他说在最后通话之前 其实关闭了其中一个通讯系统 但是并没有汇报 这个报答机有什么问题 那其实这一句 好晚安 是不是这个 机师的标准用语呢 就是 根据这个报道 也没有写 谁是谁 他说是一名前机师 他这么说 这个好晚安 不是标准的机师用语 所以可能会 产生另外一个怀疑 后来另外一个报道 大家嘛 昨天也有 稍微跟我讲了一下 就是 他说这个 航班里面啊 M370 有没有 就是 在这中心没有 在 承载任何危险物品 但是呢 承载了什么呢 对 国后 三四吨的 三四吨的 三号在航班上 然后再往上 对 这个也可以是一个新闻 对 因为 因为他 因为他的量太大 三四吨 四吨 很多 他一定要做一些排查 就是说 货运的这一部分的 cargo这一部分的 有些什么东西 是往那个 飞往目的地北京的 对吧 就是他排查了很多物品呢 可能都是什么电脑啊 设备啊 什么这种小小的东西 但是三四吨的这个三竹呢 可能会引起 可多了 是吧 其实这个飞机你知道吗 这个飞机可以承载 大概四十吨 如果我没记错的 要么二十吨 要么四十吨左右的这个货物 非常非常庞大的 庞大的这个数量呢 所以过去我也空运过水果 我曾经空运过草莓 从那个石家庄空运回马来西亚 所以当时我没有那么多 大概是不到一吨吧 半吨左右的这个草莓 从北京飞到这个马来西亚 应该是赔的吧 赚了 赚了 因为草莓容易坏 对 所以草莓容易坏 所以才用的这个飞机 但是因为你知道我们草莓是很贵的 过去一盒大概十块钱左右 是要十块钱 现在还比较便宜 一些一盒大的 然后里面还蛮大颗的那个草莓要七块 七块 原来原来我就是用这种草莓 其实我的成本一盒大概一块钱左右 真便宜 是不是大家知道 所以七块已经是给你赚了六块了 是不是 还要给那个那个行 飞行的费用 对吧 其实突然我就有一个想法了 就是如果说 如果他们真的安全 就降落在一个陆地的时候 至少不会饿死 对吧 还有三主可以裹付 但他也比较知道里面有三主 总要找一下 是吧 希望他们都能够平安 跟还可以 我真的很希望这是一个美丽的这个什么故事 美丽的漂流节化 他们能够落在一个岛上 就算这个机长多么的疼爱安华 多么的对政府不满 但是或者是这个劫匪 我不知道劫匪是谁 是究竟是为了什么样子的目的 他要比如说是要推翻中国政府 要要夺回新疆 还是要达到要一个什么赎金 你最好就是让所有的这个机组的人员跟乘客 都能够安全的着陆 可能现在在哪一个山洞里面 我们希望内部就是美国的内部电影 Lost那部剧能够再现 希望他们能够落在一个岛上 哪怕他们目前经历着一些险境 但是终有一天我们会把它救出来的 而且我还是希望那个岛是很美丽的一个岛 在心灵上面让他们感觉到非常 平稳一点 然后不要这么恐慌 然后到最后他们可以平安欢乐的回到自己的家乡 希望他们能在空中听到我们的声音 其实这都是我们的一种想象 但是我们希望这种梦想能够成真 游联当头自由高照 记得要准时收听游联台DurantFM 大家好 我是滴了梁游诚 游联当头 我是恩奇 自由高照 我是妍妍 天马行图 我是加玛 无所不谈 我是小青 是的 那我们继续呢 刚刚就谈了国内行团 就把焦点转向国外 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想说一些东西都要抢 那我们知道国际关系的时候要抢速度 像我们其实在马航空这个MX370的时候 大家虽然非常用心想要就是协助寻找这个这个失联的航班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说不同的国家也在展现实力啊 那其实除了这个硬体的实力之后 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呢 就是一种文化上面的遗产 那之前我们像像刚才我们就稍微的讨论了一下 就是说之前韩国有在比中国抢先在中国前面 强到了这个端午节是吧 应该是端午去源 纪念去源端午节 非不准化遗产是韩国先注册了抢先了 中国的网民是很不乐意看到的 但是现在又有一个争议就存在了 就是暖炕 暖炕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应该是在中国南方很少见到暖炕 但是在中国北方是很多的暖炕 尤其是在乡村一带 它的暖炕很多 炕它就是拿土坯 土和坯 达成了一个土的一个台子 下面烧着火 那个火通过这个土坯就能透上来 就感觉到有热的温度存在 所以这个东西就叫暖炕 一般在冬年的时候 中国东北的一些人呢 就是首先是在干棒 应该是在乡村这一部分的人 他们的睡觉的地方都是在暖炕上 而不是在床上 那其实这个暖炕呢 它是一种技术 那这个技术呢 主要是用在那一个住宅建设里面呢 流传到现在的一种一种房屋建设的一种技术 对它是从远古的那种土坑式到现在的新 就刚才小青所说的技术的改变 这个技术上有很大的一个一个飞跃了 过去所谓的炕 其实刚才言言讲了一个部分 其实还有一个部分 它过去在中国是非常贫困的 可以这么说非常贫困的 那么如果在北方呢 它要取暖呢 是是非常不容易的 要要消耗很大的能量的 所以呢 他们用烧炕的这个方式来取暖 也就是说 你一个家里面未必这个取暖很足够 但是呢 那个炕上面呢 是足够的 因为铺上被子 那么底下烧着炕 你睡觉在那 吃饭在那 什么很多活动都是在炕上面进行的 那这个就是过去的一个传统 那当你这个经济越来越好的时候呢 现在很多取暖都是整个房间都取暖了 都有暖气 都有暖气了 就整个房间都取暖了 所以就现在你去再去东北看看 除了在乡村呢 基本上没有人在烧炕了 就基本上都没有烧炕 但是呢 韩国不一样 他韩国呢 他在他有把过去的炕啊 他把它改良了 他改良什么呢 就是你知道韩国和日本人都有个习惯啊 他们睡地下的那个习惯 他们睡地下的习惯 所以呢 韩国就他把整个地板呢 都把它通上地热了 他整个地都是热的 连房间也热 地跟房间都热 一起热 所以这是韩国的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取暖方式 所以像这个技术早在中国也是有 现在就很多楼房都是低热的 就是他因为在冬天他烧炉子的时候 烧锅炉的时候 他有一部分余热 把这部分余热供给楼房 这个楼房的地呢 就供给楼房的地 地就开成热 热量了 就不用那种暖气 可以取暖 可以用地热来取暖 我不是太确定 但是韩国的这种地热的取暖 其实是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就已经很流行的 就是很早就已经很流行 但我不知道这个像世界文化遗产要注册的是哪一个部分 是很古老的那个炕呢 还是现在所用的这个地热的这个装置 如果是很古老的这个炕呢 来注册的话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含义 他说你玩炕申请世界文化 应该是古老的这个 古老的这个 其实也没有太大含义 因为现在真的没有多少人在用这种炕了 但是乡村 当然仍然还是有的 不过因为你刚刚说的 是一个遗产嘛 所以可能就是要保存它 谨慎下来的是吧 那你感觉有趣的是 为什么这样的东西总让韩国人先看见 没有中国人不先发掘这个事情 不抢就不新鲜了 通常大概都这么说 像马来西亚人都能讲 现在抢海南鸡饭嘛 对不对 对啊 所以就是有开始抢了 那他们才意识到这个重要性 那之前被抢了端午节的那块嘛 那这块就不能输啊 回中到大了嘛 对我记得当时在索契冬奥会的 俄罗斯索契冬奥会的时候 因为下次冬奥会举办国家就是韩国 那么韩国在展示他八分钟的韩国面貌的时候呢 他的文化内涵差不多80%都是中国的文化遗产 所以当时呢就有网友质疑说 韩国真是没有文化了 全都是盗用中国的 其实我觉得这样讲不对 这样讲不对 韩国怎么说没有文化呢 它是有文化的 它确实是有文化 它确实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 问题是韩国文化很多文化和中国文化是接近的 相通的 像八卦 像八卦图啊 这就是相通的 所以当韩国人展现自己文化的时候 中国人你就说啊 这个是我的文化 这有点不太 就好像有的时候 印尼人说啊 马来西亚抢了印尼的文化 其实这也是不通的 为什么不通呢 因为你比如说一首歌 一首《莱拉斯财亚》这样子的歌 因为过去大家是同意的文化的 所以你能说是谁的 还是谁的文化的 对 比如说今天这个马来西亚人说唱一首歌 然后中国人说啊 不行 马来西亚这个梁静如抢了我们的文化 或者是这个黄明志抢了我们的文化 这个有点说不通 说不过去 但是呢 就可以看到说 目前为止 他们就打算要用最快的速度去 就是做这个申请了 因为他们觉得最大的障碍来是中国了 所以呢 就是看看他们两个 就谁先抢成功了啊 那除了再关注这个文化一场 另外一个竞赛可能要开始了 就是在印尼4月9号呢 将会举办 举行一个国会选举 那目前为止呢 将会在这个星期月开跑他们的竞选造势活动 那因为当前的这个执政党呢 连连传出了很多像高官贪腐啊 或者是那种丑闻啊 所以再加上这个在野党的斗志 就是他们斗争派的一种民主党 虽然就推荐了很多的这个人气上涨 尤其在亚加达这首都特区的首长 他们名字叫 左科维多多 他就是叫竞选这个总统 所以那国会就很有可能会变迁了 对 那么其实印尼的选举制度 好像跟马来西亚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有两次选举 第一次是国会投票选举 第二次还是总统候选人选举 那么国会选举呢 是在应该是刚才所说是4月9号投票 那么候选人的选举应该是在7月9号 总统选举 但是他也是有一个制度 这个制度就是如果国会选举当中 各个党派只有达到 应该是在国会议席当中只有达到20% 或者是选区选票达到25% 才有资格参加总统候选人的投票 就才能争取这个候选人的资格 那么在总统候选人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不一定是我那个党得票最多的那个党 才可以当总统 其实大家都可以平 都很不平 其实亦里的总统选举是一个直选的过程 他国会选举了之后 你有了这个资格之后 你就可以作为一个候选人 去竞选总统了 但你有这个资格 你不一定是你国会议席最多的那个党的 最少的也可以的 这就造成了一种相互制衡 对对 看总统也许总统不是来自国会最多那个议席的那个党 所以总统的权力和国会的权力 他就会有相互的制衡 所以我就想从这么一个很简单的点上面 我就感觉到这个印尼的选举的制度呢 是比我们要来的更加的民主 这是第一点 但他可能可能他有一个弱点 他弱点就是说可能你这个总统呢 可能是个掰角总统 掰角的总统 也就是说你来自一个比较不强烈的 这个强大的政党 然后他被选成了这个总统 选成了总统之后呢 可能你底下的这个议员又少 什么东西都通不过 你那个决定又很快被国会否定掉了 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其实这种情况就相当于美国或日本的情况 美国和日本的情况也是总统和国会 他有互相制衡的 有时候总统出了一个议案 但得不到国会的一些议员的同意 所以就把这个议案给搁置了 那在目前来看呢 印尼国内社会的一个非常主要的议题呢 就是贪污的问题 那所有的政党 所有的民众 各个省 在新闻报道 媒体报道 各个方面都对贪污的问题呢 非常的非常的关注 在这方面确实是 我是有很大的 在这方面也是有很大的疑问 在印尼方面 似乎好像你看印尼的所有英文媒体来说呢 你可以看到 他有一些专门专门是谈贪污腐败的 而且他们贪污腐败的层次不仅仅局限于平民的贪污腐败 而且到直到直到上层高官 包括他的青年部部长 包括他体育部部长 各个方面的高官 他都 甚至是党主席啊 国会议员啊等等的 对 其实其实 其实我们我们从一些小道消息里面 我们也了解到啊 其实印尼有很多的高官都涉及了贪污的这个状况 对 这个状况他来自于什么呢 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呢 我们也不怕把一些事情说穿了啊 比如说这个印尼呢 是有庞大的这个劳务市场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印尼呢 是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的 包括他的石油资源 包括他的矿产资源 铁矿啊 等等的 所以印尼在他的这个发展过程里面啊 就需要很多的这个基本建设 做很多的这个基本建设 那这基本建设呢 就有一些国际公司 特别是中国来自中国的公司 进入这个印尼的市场 但是 这些中国的公司呢 我们也注意到了一点 就是说 虽然是国营的公司 但是呢 他们在进驻市场的时候呢 往往呢 都是伴随着一些 对行为的这样子的行为存在的 而这行为 他最最大的就是 得益者呢 就是把持那个位置的这个首长 高官 这就宣传到 比如说州长啦 比如说这个党 党的 不是那个总统 副总统啦 之类的 这这些的都是 很有机会 来来受贿 或者是怎么样的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印尼的课题啊 有的时候刚刚阅读了一部分的这个新闻的方式啊 其实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反省 反观到马来西 一有一些相似的部分 也有不相似的部分 当然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可能可以开个课题 跟大家再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讨论 对 那我们再把焦点呢 转到这个克里米亚 就乌克兰的事 变天的事情 我们已经 跟乌克兰应该有一个月多了 持续下来啊 那所备受关注的是 因为在刚刚过的星期天 他们举行了一个公投 那公投我说到底要让民众呢 呃 到底您想要 就是你的意愿是想要加入了俄罗斯 还是继续的维持在呃 乌克兰这方面 那么根据这个俄罗斯的通讯下报导 就说克里米亚公投的投票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二 而且在当天他们宣布结果的时候 高达百分之九十六点六的这个投票呢 是支持回归到俄罗斯 更多的人的气氛是很宽快的 对 大家都感觉我们要回家了 对 其实这是民众的意愿 对 其实他折射了一个呃 这个从九九零年代啊 就是苏联解体 然后各个加盟共和国独立啊 之后经过了这二十年的这个过程之后啊 很多人有一种感觉 感觉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今天呃 靠近西方了 我们资本主义化了 但是呢呃 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呃 贫富悬殊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这个法治 以法治的形式呢 去呃 我之前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呃呃 把它把它制度化 或者是说呃 把它呃 合理化啊 就是这种贫富的这种悬殊 这种贫富的这个差距啊 那么呃 很多人民就回想到就是像 其实中国人也有类似的感觉 我觉得啊 为什么中国人很呃 很很很喜欢很优待这个不是呃 很拥待这个毛泽东吗 嗯啊 其实毛泽东的年代呢 是中国人相当苦难的相当苦的这个年代 生活水准相当低的一个年代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 你看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甚至现在还有人把毛泽东的像挂在车上了 怎么怎么 他为什么呢 就是他怀怀怀念那个年代呢 有一样东西是现在没有了 就是一个公平 一个平等 就大家都差不多 都在一个水准上 生活没有什么那么大的贫富的差距 也没有说很羡慕谁 或者是很很嫉妒谁啊 都没有 那这个是可能是克里克里米亚的人呢 也有回想到 很多人回想到在俄罗斯的那个 在苏联的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呢 就整个供给的都是非常的公平的 就每个人都有得到他自己的 自己能够得到东西 住房也是相当的宽敞的 因为俄罗斯 苏联是一个大国 是个资源丰富的大国 就是没有那种贫富悬殊 到那么那么离谱的这种这种状态 所以这可能 我觉得就是他们 就心理上愿意回归俄罗斯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原因 对 因为俄罗斯一方面 他们也是本身就是俄罗斯人 他们也说俄语的区域 所以他们想 但是这一点 在同一个局内想回家 说俄语这件事情呢 是因为过去苏联 在形成已经是七十年了 七十年里面 基本上所有的这个 加盟共和国的人呢 都是使用俄语的 你包括蒙古 他也使用俄语 就是俄语的 克里米亚这部分俄国人 俄国裔的这部分人 他们说在乌克兰 在乌克兰当中 其实他们这部分人 俄裔的这部分是次等公民 他不是主要公民 是次等公民 所以也许 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更想回归俄国 能够体现 我是这个国家主人的 其实这也是未必的一件事情 你不一定 你回去了之后 你就变成不是次等公民了 其实这不是一个 我觉得族群的课题 可能还不是一个 最主要的课题 我举个例子来讲 今天在新加坡的马来人 他也未必就想回归马来西亚 对吧 他未必他想回归马来西亚 他觉得他在新加坡 那个环境里面 虽然他是少数民族 虽然他不是主要的一群 但是他觉得 他有他自己在新加坡的 这种物质条件 他有自己的一种自由度 在那个地方 这可能也是他的一种 一种的选择 虽然说这个公投 受到了很多欧盟的抗拒 就是拒绝拒绝去承认 他们这个成果了 但是也会认为说 他们没有法律效应 但是以目前的局势来看说 这个已经似乎是 尘埃落定了吧 榴莲当头自由高照 你好 我是周美芬 你正在收听的是榴莲FM 榴莲当头 我是恩慈 自由高照 我是妍妍 叫马星光 我是加玛 是的 我们回到 小布团 我是小青 因为我们一起继续聊 我们一太想 那个 想去吃沙爹了 吃沙爹 对 沙爹城 因为我们现在 刚才关注的呢 就是嘉颖补选 那嘉颖补选的 这个一天一天逼近了 她的这个补选的投票日 那么到两方面 也开始的各出招数了 看看怎么样的去 就是尽量的拉票啊 有的就是 就一间一间的那个 就访拜访 也延护 爱家爱家的拜访 他们去取得 更多的民意跟支持啊 那昨天我们就有 稍微的谈过了一下了 一些课题 要怎么去攻击对方 像昨天就用了这个 华叫 这个这一局呢 刚好就是 感觉上明年是 砸了自己的脚啊 这个啊 那么我们再看 还有什么其他啊 为什么华叫课题 明年砸自己的脚 因为昨天他们就提到 就是批评周美芬 这个白小事件 但是后来呢 就是为嘉颖补选出来 你说这个白小 其实现在已经开了 更大件 学生人数更多了 从原来0.63公目 开拓到现在的多少公目 我忘了 总之就是增加了更多 学生更多 客室更多 对 几百个人增加到现在 2500个学生 那为什么明年 又要把白小的事情 拿出来说 然后说 自己拿自己的脚 我不知道是 蔡天翔之前 没有做功课呢 还是怎样子的 拿出来自己 拿自己的脚 不过今天 确实应该是 明年这方面 做出了一些事情了 但是还是要 感谢卡丽的一些 相助了 卡丽 因为现在在雪州方面上 如果说王阿兹沙 能够上阵 嘉颖补选 能够成功助选的话呢 卡丽就答应 在收牌照费的时候 官员亲自上门收牌 就是执照费 还是照收 他还是浪费了 浪费了官员的那趟拆旅费 但是拆旅费 就是用他们官方去承担 你不用花这笔钱 去缴交费用 不用去 浪费一个小时 或一个星期的时间 排队 我觉得这仍然是不合理的 你要交这个费用 很好办 没buntu又上网 一拨就过去了 连家门都不用出 你就把这个费用给缴了 对吧 但是其实上网也是 当时我走到这片封箱的时候 我感觉是白此一步 枉费一举的事情 这是多此一举的事情 让人看了 有点喷饭 你知道吗 这就是简直你说 你说缴这个费用 我跟你讲 比如说交100块钱费用吧 你开个车过去 50块钱就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这含义在哪里 可以从网上直接交付就可以了 对 我觉得 反显一下网络的交费系统就可以了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嘉颖的课题 实在是搞到没有课题 好吵 我昨天反而我看到一个 一个这个录像 是在魏家祥的网站上面放出来的 魏家祥站在嘉颖 也不知道某一个角落 就是在那 就是台上面 私声利器的 在这私喊 就是说 他说 讲了一大通 就是批评反对党的这个坏话 那回过头来 他就讲 你看我们从哪一年开始 他一个 他真是倒背如流了 就是说 什么 谁是哪一届的 这个州议员 嘉颖州议员 这一直说 说到哪了呢 说到308之后 就说 就算是明年夺取了这个308 夺取了嘉颖 前面那个是李 李承津 做这个州议员 他也是华人 对不对 因为前面所有的都是华人 对吧 李承津也是华人 就算 这个505 李景洁 还是华人 对不对 那你现在为什么把这个 公共党党把这个 这个嘉颖的华人议席 捧手送出去了 马来人去当这个 这个什么州议员了呢 就他以这种方式来 来批评这个反对党 这也是一个 这个 这个奏效呢 这也是 对 他就不奏效 反正我 我觉得 我是觉得很可恶 我觉得说这种话很可恶 但是呢 可能这个话很奏效 对啊 我不知道 因为为什么 如果他 他总不能找一个 不奏效的话来说吧 对不对 实在是一种情绪的激发 我相信会奏效 会奏效 就是说他还是要 要激起华人的一种 共鸣 情结 一种共鸣 情结 你还记得吗 不久前 也是前两天 这是一个首相署的部长 负责管团结的 团结事务的 那个部长 他也说 你就把票 投给你自己的种族吧 就是叫华人 就投给华人 就就完了 那马来人 就投给马来人了 就马来人 就投给王阿吉萨了 就华人 就投给周美芬了 印度人 不用投票了 不用出来了 对 找不到自己做群的 这个候选者 是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 做说法跟做法 应该就不太恰当了 当然不恰当 对 怎么就是 这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 种族启示了 对 明年的秩序就会 在这我没想到 经过了那么多 那么长的时间 魏加强还是这水平 所以这是奏效的嘛 所以就是 在面对利益的时候 不得不低头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会想明年 这部分支持者 他会听信魏加强的话呢 还是遵循自己的 意愿支持明年 这已经没办法 这个支持者 已经被秋光耀化了 就是被博士化了 也就是说 咱们是黑白分明的 你要么你就是 支持明年的 你要么就是 支持国阵的 现在华人 就是身上这样 就像这个 像恩慈这样的 华人已经不多了 秋光耀化 现在我在想一个问题 现在你看 已经画了两个区块 第一 你要选国阵 或者选明年 得选一边 那另外呢 就是你的族群 你到底要选 你要不就选华人 要不就选马来人 对 那如果说民众 你得要 就如果要选一的话 你应该依据自己的 政治的政党 所喜欢的政党选择 还是根据族群选择 对对 你比如说 你一样选周美菲 你要什么 比如说 你要选 马来西萨 你要什么 比如说 这个人说 我要选周美菲 因为周美菲 能给我服务 对不对 那个人说 我要选 因为王尔街萨 是阿华的老婆 所以 假如我是做一个华人来说 我会想 我是华人 我有华人情节 我为什么要选一个马来人 选一个马来人 让马来人破开就好 你选华人 因为我要为我的民族 或为我的族群 来做一份贡献 但是另外一方面 如果是明年的这方面 如果我是个华人 我还是需要投公共党这方面 或者是明年这方面 因为我们想赶朝换代 因为我们想 把现在不公民的现象改变 对对对 但问题是这样 不要有矛盾的心 其实你要什么 其实你要需要是很清楚 但我们现在的 都不希望 那个选民是很清楚的 我就注意到了 我不论是在国阵这一方面 或者是在明年这一方面 他去竞选的时候 都希望这个 选民就越蠢就越好 但是你蠢可以 但是你必须要站一边 你要么就站我这边 你不站我这边 那你觉得肯定是站那一边 对吧 所以这选民呢 他没有一个机会 让他去思考一下 我到底是应该选周美分呢 还是应该选旺阿吉萨 对吧 举个例子来讲 咱们讲这个 无知少女 这个小青 好了 怎么别小青 小青 我问你一下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问你一下 呃 汪阿吉萨 她是代表公共党的 这个周美分是代表这个 马华的 代表国阵的 对吧 但如果要你去投票的话 你要抱一个什么心态 去来挑选 你那个 这个周 周议员呢 这一回的周议员呢 个人喜好啊 个人欣赏的那个角度去投啊 就我 我当然 我不要你概括的来说 只说你自己的心态罢了 你要从 只说你自己的心态 我当然会选 我当然会选一个 就是对 对社会 对社会 就是 我 我觉得 假如你 对 假如你就是家影的人 你是选一个梦想 就是说 我选了这个 这个人 将来这个人 会做周务大臣 然后接着来就做首相 然后我们就改朝换代了 这是一个梦想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想法呢 就是说 这个人呢 就是他还不错 他还能够帮到我 帮到这个周围 我们这个区 我们这个周医学区 不管什么 我已经给你太多的提示了 这是我的不对 但是 你想想看 你自己是抱一个什么心态 其实我相信小欣欣 你是有数的 但是他不想说出来 对 对 你看啊 咱们 咱们看到 今天的无知少女 都已经 已经是非常 怎么讲 就是 不愿意把自己心里的想法 给说出来了 就是知道 一说出来 那可能会被人家攻击 不是被 这个 左方攻击 就是被右方攻击 好像选什么都不对 对 就好像选什么不对 就是你都已经站在 对立的角度上了吧 你只要是对 不是我这边 那就是我的阵地了 对 这就是我们目前 嘉颖的这个状况 但这一次的嘉颖呢 非常奚落 为什么 因为满航的这个事件 就大家都没有把关注点 放到这个嘉颖的这个 这个方面 那接下来 他怎么再竞选 就是报章上 在描述 在什么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意思 为什么没什么意思 今天很清楚 基本上 我看选民都已经定了 就是我要投票投给谁 或者我干脆不投票 所有的选择 其实你再说什么 也没什么太大意思 那我们再换一个焦点 来看看呢 就是说到 有一份报告 是来自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员 他所设立的一个指数了 他是根据这个亿万富翁的财富呢 占国家财富的比例来计算说 整个马来西亚的经济是怎么样的 而且呢 最重要的是 他提出了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就是马来西亚的群带风到底有多严重呢 在一项群带资本主义的指数 刚才说的整个 整个基地学里面的设立的指数 他在群带资本主义的指数里面 马来西亚是排行第三名的 对经济学人经常发明这些报告 是吧 有些报告确实是准确的 有些报告我们是 也是很怀疑的 对 他其实你看中国就排名第十九 群带关系排名第十九 但是当中他也说明腐败的中国官员呢 或许是在新加坡 拥有很多的车啊 房啊 但是不足以被列入亿万富翁的名单当中 也就是有一部分的中国官员 他的财产是不透明的 那么在这个调查报告当中 他就没有把这部分不透明的财产 规算在里面 所以就造成了这个 就是这个报告有一些 让人感觉到有一些质疑 那其实呢 在这个刚刚有提到 他一部分的计算的指数是说 呃 在一个经济里面的体系啊 到底有多少人的财富啊 是集中在谁当首张当中呢 他就刚才就说了 是以一个这个国家的财富 跟这些富翁的财富 做一个比例的计算 那马来西亚这些亿万富翁的总财富呢 是占了马来西亚经济的百分之二十 那这项指数呢 就是大马在啊 就是香港俄罗斯之后呢 就排在第三 嗯 但是他无论怎样 他也是有一个参考价值的 嗯 也许马来西亚不一定是排第三 但是他确实是整个国内的亿万富翁的财富 占整个马来西亚GDP的百分之二十 这是一个数据了 这个数据他能够说明些什么 他能够说明群态关系比较严重吗 他能说明啊 政府他立会于彭岛呢 他把他的一些啊 他把他一些工程都立会给彭岛 造成了一些这样子的现象 嗯 那其实 我觉得啊 我大体上觉得这样子的调查呢 呃 很说明一个 一个趋势 嗯 一个趋向 也就是说呃 其实这些国家呢 他的经济发展呢 的确呃 掌握在一些彭岛的精英的这个手上 但是我对 我对这个中国的这个这个排名到第十九啊 我觉得是呃 可能不太准确 嗯 可能不太准确啊 那我不能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来说 但是我我基本上认为呢呃 前面所所有的这些排列呢 应该能够说明了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这个问题就是说呃 你的你的经济领域的这个成长啊 你有一种群态的这种关系呢 使得到把比如说很多的这个project 买政府的一些project发展计划呀 什么这些东西都汇集了他的这个彭岛的公司 彭岛的这个集团 啊这是有可能比如说在马来西亚啊 最最多大家关注的都就是那个JRC的这个公司 就是政府关联的公司啊 government link company 对不对 那啊所有政府的关联的公司 你看啊他每个公司呢 他的这个呃 拿到的project都是很很固定的 很确定的 而且他们的待遇都是非常好的 非常高的啊 这种这种状况 那么呃 你你你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你看所有的这些国家 是不是都有类似的问题呢 比如说俄罗斯 比如说乌克兰啊 比如说新加坡 对不对 呃甚至是菲律宾 这些国家是不是有类似的问题呢 你从我个角度来分析的话 的确可能有类似的问题 但是有一个地方让你非常惊讶的 就是香港 嗯 所以感觉是香港是比较惊讶的 呃香港他排第一名还不要紧 而且他百分之接近百分之八十的财富 你看看都是在这个富人的手上 嗯 而且也就有关我之前看过一些报道啊 这个报道就是李嘉诚 李嘉诚相关的产业 就占整个香港 他的他的收平 他说就占整个香港 就说什么叫富可敌国啊 这个是拿数据来拼成的 不是想象来拼成的 数据拼成的富可敌国啊 就是他他拥有的财富 几乎就是国家所拥有的财富了 那看来资本主义不一定是很好的 呃就是他资本主义因为 他对他对原始的 原始的资金的累积是有有帮助 但是问题是他就呃 这种累积就造成了一种不公平 嗯 那这种不公平就就会出现 嗯 其实你看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 他是把容易资本家把钱揽在自己的手下 但是社会主义制度 他不容易去向那种方向 他容易去向把钱平分 均给每一个人的身上 嗯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你看香港和中国就明显有一个对比 嗯 中国是排名第19 香港就排名第一 呃 中国的问题 现在我仍然觉得这个书记 刚刚你也讲到了 对 还一定的 一种不透明的 一种不透明的因素在啊 他们本身之前 我想说这个 没有办法公开的一些 呃数据的财富的话 就不算在里面 但是中国的 中国的机制呢 还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状况出现 他还没有形成像香港 像马来西亚的 就是说呃 我我我这一代富人 下一代仍然是富人 在下一代仍然是富人 那中国是刚刚开始 就是就是说在八十年代 就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几乎是没有富人啊 这在中国的状况 那在马来西亚不一样 马来西亚在五十年代 甚至三十年代 就已经有富人了 对吧 在中国是没有的 所以他还需要经过一段的时间 去构成这种裙带啊 他现在 比如说你在中国 现在仍然有这个 一普通人有机会 突然之间成为亿万富翁啊 这种机会是有的 但是今天你要在马来西亚 在香港这样的状况下 你说一个普通人 就是这一辈子二十岁三十岁 就马上成为一个亿万富翁的话 这种机会是少之又少了 已经不太有这种可能